欢迎大家观看由法庭老师出品的PS速通试操课 这一节课是我给大家讲解的第30课 我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个暖色婚纱外景的调色案例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 右面这一个是它的原片 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那很明显在我们调整之后呢 整体片子变得明亮了一些 细节比较突出 人物这里光影比较突出 掌握了它的主要特征之后 就可以做针对性调整了啊 它是一个JPG的图片 我们把它放到PS里面 就自动形成了一个背景图层 Ctrl加J我给它复制出一个图层 那我对复制的这一个图层呢 去执行滤镜 下面找到camera滤镜 在camera里面我们对它做调色 那先来处理一下它的光影啊 打开右面基本调色面板 此时它阴影这里细节不怎么突出 太暗了我们看不到 那我就可以把阴影这一个滑块 给向右拖提高阴影的数值 在我们提高的时候 这一些阴影部位 它细节是不是慢慢就出现了 整体片子比较暗 把它的曝光值给提升一些 那这样在我们处理完光影之后 来看一下对比啊 这是我们在处理之前的 这是处理之后的 那整体片子的一个基本影调 就被我们打造出来了啊 那接下来再简单给它定一个色调啊 把它的色温给提升一些 让它带有一个暖色的感觉 那色调的一个滑块呢 向右拖一拖 加一些阳红在里面 我们就给它处理为 这样的一个偏向于黄色 偏向于阳红的色彩 整体处理完之后呢 直接找到盲板 对它去做局部的调色 这一个图片 它会识别出两个人物啊 那我们可以先对这一个女士 去做调整 把它的面部皮肤 身体皮肤 还包括眼白的这一个部位 头发 衣服 勾选出来 创建五个单独萌版 点击创建 那它面部皮肤这里呢 调整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把它的阴影给提升一些 在我提阴影的时候 大家来看 整体人物的皮肤光影 过度的会更加平滑一些 那它皮肤这里的色相 可以简单给它更改一些啊 移动着一个色相的滑块 慢慢的向右拖 让它偏向于黄色一点点 那宝盒还可以略微给它降一些 降的时候不要降太多 如果你降太多 它人脸这里血色就没了 注意去控制它的力度啊 到这样一个感觉基本就可以了 身体皮肤呢 也就是它脖子的这一个部位 我们把它的曝光给提升一些 让它和面部皮肤光影过度比较柔和 阴影也可以给它提升一些 阴影其实你提不提都可以 大家来看 它眼白的这一个部位比较暗 我们就找到它眼白的这一个蒙板 把它的曝光给提升 那在我提曝光的时候 它眼白瞬间就变亮了 那头发这里 把它的阴影给提升一些 那还可以略微给它加一点点的黑色在里面 黑色加的时候不要加太多啊 不要把它的对比度降得太低啊 那最后再给它处理一下人物的衣服 那它衣服这里阴影部位比较亮 层次感不强 我们可以把它的黑色给降一些 在我降黑色的时候 它人物衣服这里层次感就会增强 还可以略微给它加一点点的曝光啊 那这一个女士 我们就给它处理到这样一个状态 来看一下墙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在处理之前的 这是处理之后的 是不是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接下来再去处理这一个男士 创建新萌版 把这一个男士给选取出来 勾选她的面部皮肤 身体皮肤 包括她的头发和衣服 创建四个单独萌版 这一个男士处理起来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啊 先选择她的面部皮肤 我们把她的曝光略微给提升一点点 那最主要的是给她降一些饱和啊 她人物的皮肤饱和度比较高 身体皮肤脖子的这一个部位也是一样的啊 略微给她提一点点的曝光 那OK就到这样一个状态 宝盒也略微给她降一点点 头发这里高光不怎么突出 我们给她加一些高光和白色啊 整体的曝光也可以略微加一点点 那她衣服这里呢 把阴影给提升一些 那OK就给她处理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就可以了啊 那此时这一个图片局部和整体 我们都做了处理 直接点击确定 放到PS里面 那接下来的操作就非常简单了 对着一个人物去做修图 磨皮的处理 Ctrl加J 复制出一个图层 在这一个图层上呢 我们使用修补工具 把人脸这些大的斑脸大的瑕疵 先给处理一下 这一个人物 由于他拍的时候 对焦不是很好 他人脸这些瑕疵 识别的效果都不好 这样我们手动去处理就可以了啊 我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 那OK 我就简单给大家处理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接下来对着一个人物去做磨皮 Ctrl加J 再给他复制出一个图层 对着一个图层去执行 滤镜 下面找到一件磨皮的插件 自己去控制磨皮的力度啊 这样一个感觉基本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在磨皮之后呢 整体图片会变模糊一些 Ctrl加J 复制出一个图层 对这一个图层去执行滤镜 下面找到其他高反差保留 用高反差 把人物五官的细节给记录下来 把这一个图层 它的换号模式改成线性光 当然我们给这一个图层 按住键盘 Alt键不松手 点击萌板小图标 添加一个黑色的萌板 在这一个黑萌板里面 使用白色的画笔直接去 涂抹人脸的这一个部位 这样呢我们可以 对这一个图片做局部的锐化 只把他人物的这一个部位 给锐化出来就可以了 右面这一个男士 也可以对他做涂抹啊 那OK 我在这一个图层上面 Ctrl、Alt、Shift、E 代印出一个图层 其实这一个图片 基本上我们就调整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它色彩的浓度 还不是很高 我们还可以再对这一个图层 去执行滤镜 下面找到Camero滤镜 在Camero里面 再对它做一些加强的处理 打开基本调色面板 把它的自然饱和度给提升一些 在我提自然饱和度的时候 它色彩会变得更鲜艳一些 这里的程度你自己去把控啊 那在右面呢 去找到蒙板 镜像渐变的滤镜 在人物主体这里 添加一个镜像渐变的调整区域 那把这一个区域曝光给提升一些 这样我们可以对人物的主体去做强化 强化的时候 所以我一定要注意 片子不要过曝啊 要能够看到这一个人物的细节 那这样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把整体这一个图片调整就完成了 来看一下总计前后对比的效果啊 这是我们在处理之前的 这是处理之后的 它对比是不是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一个案例呢 大家下课之后自己去尝试一下啊 这一套课程呢 到这里 我就全部给大家讲解完毕了啊 前半部分主要给大家讲解了 PS软件的使用方法 那后半部分呢 通过一个个调色的案例 制图的案例 帮助大家快速熟练PS软件的使用 学完这一套课程之后呢 大家也需要多去做练习啊 原理搞清楚了 再多去做练习 你进步的速度就比较快了 那最后感谢大家能够信任 发声音老师学习这套课程 再见